我告诉你要古充家 娶我的四十万彩礼 一个字都不能给我少 彩礼钱让我花了 那么多钱你花哪了 你把娶我的四十万 就买台发手车 你是要造反吗 我说过要娶你了吗 你啥意思啊 还我啥意思 小九 上次我陪你回家 看你爸妈的事 你爸妈为什么不这样瞧我 为什么在我上厕所的时候 背后讲究我 说我穷 到饭点了 让我自个儿一个人去外边吃 那不是家里来了几个亲戚吗 那我呢 我算什么 那我父母都是要脸面的人 你看看你那天穿那副穷酸样 还拿点土色产 就那些东西 我的父母脸面往哪放 能拿得出手吗 你的意思 我把这台车给你帮忙 然后我再拿着房产证 咔嚓一下 损你爹妈脸上 我才能上桌吃饭呢 古充家你不要太过分啊 难道你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你有钱你藏着掖着 你不告诉我有意思吗你 我要告诉你我有钱的话 我还能剩下多少 我这没有钱 你还管我要四十万彩礼 我要有钱呢 是不是得要几百万呢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这车就算彩礼了 写我名 记性不太好吧 我说过要娶你了吗 你也管四十万 买个破车都不愿意娶我是吗 对了 破车 他能为我遮风挡雨 无论什么时候 他都能在原地等我 而你呢 哎呀我醋了还不行 你父母都是要面的人 让他们知道你在这儿求我 多难受啊 古充家你 滚 我修 我踩 về 所以我们替个刘 闻 Gok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超主管 好